颜色的细节 主持人的细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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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我们首先 一定要把他的颈椎握好 过后你的另外一个手 基本上就会抓住 他的这个下巴这一边 订阅一下 好 记得是下巴的这个裹 不是在颈巷 因为我们这个手 是支持这个寵寵的身体 所以确实是 一定要在寵寵的身体上 好 那寵寵抱起来的过后 第一个动作 我们就会先把它放去后面 所以你就会看到我们这样子的翻的动作 不要忘记哦 因为宝贝会挣扎 所以在我们要为了安全之下 我们就会把他的脚跨在我们的手这边 那如果他在挣扎的话 也没有这样容易地跌下去 像这样子抓了过后 基本上我们这个手在抓着他的脚垫 我们是有把他的头提起来一点点的 哦 OK 对 然后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就尽量往下 然后我们再用另外一只手去拍打 他这个背后的这个部分 好 就这样子 这多 其实不需要很大力吧 因为像你这样其实我觉得还好 对 其实不需要很大力说 哎 真的很用力地去拍打 因为我们知道它是液体 所以这在拍打只是协助那个液体 可以让它更容易出来而已 所以也不需要太大力 但是也不要太小力哦 基本上我们会拍打五次 OK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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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